台北国际书展公布了小说类和非小说类的年度大奖 非小说类的得奖作品有作家顾玉玲的《报导文学回家》 描写在海外打拼的移工多年之后回到家乡的日子 而作家柳克香四分之三的《香港》 介绍香港显为人知的《山林风光》 小说类的得主包括作家陈浩基 他结合香港社会时事的推理小说叫做《一三六七》 以及台湾作家洛以军在西夏旅馆之后 最新的科幻小说《女儿》恭喜他们 有去找一个很会补卦的朋友 帮我这本书补一个卦 就补了一个很差的卦 那个卦叫做剪卦 写书期间跑去补卦却得了个下下签 作家洛以军的长篇小说《女儿》描写一个不存在的少女 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他说在出版界的冰河时期 台湾小说仍有好成绩非常难得 其实这几年台湾小说交出来的成绩 我觉得是很让人觉得骄傲 就我自己写作而言 其实真正的文学或出版环境 是一个对现在的本土小说创作者来讲 或更年轻的一代 都有一些很不错的 台湾有些很不错的小说创作者 可是整个环境是 我们在讲是冰河时期 小说类得主还包括作家林俊颖的某某人的梦 以及首次入围就得奖的香港作家陈浩基 他的类型小说《一三六七》结合推理解谜 文学性以及当地社会现况 还已经销售了多国版权 第一次入围就得奖的还有非小说类得主 大陆导演张赞波 他将纪录片《大陆朝天淬炼》成文字作品 另外一位非小说类得主的台湾作家刘克湘 他描写香港自然山林的四分之三香港 他希望有一天能完成另外一本四分之三的台北 我站在这一阵子得奖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感伤 感伤的原因是因为 我多么希望我从事自然生态写作三十年 我写出来的是一个四分之三的台北 而不是四分之三的香港 写的四分之三的香港得奖会让我觉得 我把我这辈子最努力的心血 写出来最精彩的内容居然是给一个 我没有办法在那边生长一辈子的层次 我的感伤在这里 另外非小说类得主顾玉玲 他为越南移工描写波折重重的回家之路 他说这本书就像是照妖镜 映照台湾社会 我们是借由看懂别人来认识自己 那这是为什么我在印科出的这两本书 其实好像洛宜君说是他者之书 其实我想看待他者迷失异乡 无非是像照镜子一样 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偏见局限 歧视各式奇形怪状 像照妖镜一样 台北国际书站今年共有近四百部作品报名 六本年度之书横跨两岸三地 而约登场的台北国际书站 将继续推广优秀的华文作品